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豪城邊的觀望火在風的吹洞下 看起來相當的美麗 今年因為氣候的影響 火開至鼻翁年更多 也讓國客鄉的大口 開到舊母客的豪城是鼻翁年多水 因為今年颱風季節比較多的颱風 造成這些裸露地上面會比較乾淨 所以產生比較大面積的這個 芒草混生的情形 這個時候很適合在秋天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黃昏的時候來看這個景色是非常依人的 在華山山區的土著流到五屋 今年在秋天的幾個觀望火也開得很漂亮 華山船六郎英雄表示 最近有清涼的山峰和白色的觀望火 很適合大家來買山 人民這幾年很阻止我們的生態 所以說在我們吊橋附近 你給他看 現在客帝 這裡有很多的觀望 這個季節都來 看到一片白茫茫 經常也相當的狀況 和相當的水 我們這家的居民也很歡迎 大家可以 尤其這七五高氣床的時候 可以盡量來這裡走走看一看 這些大概就是五節茫跟白茫的混聲的情形 所以在我們谷坑的這個區域裡面 你可以在大湖口溪跟十牛溪的這個 河床上面可以看到一整片白茫茫很漂亮 一個禮拜的時候會是最漂亮的時候 在官網會 先開幾個公司 也建議幾個關上的地點 包括水中的酒家 調教堂 以及大湖口溪 翁華山的沿路 都是不錯的景點 記者王真心 藏不到 民眾 在公司 和民眾 和 karış